大家好 我是桑普 鴻满燕15人事件 空15的事件 徐英偉也是問責下台 民戰聯的徐英偉就是問責下台 引咎辭職 兩個人口頭警告 12個人沒有多少處分 越看越生氣 不過生氣也沒用 不要生氣 就這麼簡單 我們用一種輕鬆的方法說 徐英偉在1月31日 《中午法》聲明表示 已經向7號行政長官提出請辭 計劃在昨天離任 他聲稱在疫情爆發的情況下 身為抗疫官員未能以身作則 在1月3日出席宴會時有失當行為 我應為自己的錯誤 承擔責任 決定辭任 民政事務局局長的職位 同時關閉了 Facebook專頁 和Instagram帳戶 其實告訴大家 所有官員都應該關閉 所有官員都應該關閉 為甚麼 勾結外國勢力 Facebook是甚麼 美國的 Instagram是誰呢 都是美國的 不好意思 所以說 其實都是一批 IG和Facebook 很簡單 你幫朱黑白格 朱黑白格做事 就幫美國人做事 幫他賺錢 所以你這樣做法 勾結外國勢力 就不簡單 拘捕他就不簡單 早應該關 這個罪更加大 特首七婆 就在三點 見記者 交代了鴻門宴的調查結果 根據這個做法 你會看到 鴻門宴官員的調查 兩個人需要口頭警告 即是 我們要講講哪些人需要口頭警告 但肯定 徐英偉的聲明傳聞 就是剛剛講過的 就是1月31日辭職 他就剛剛講過 就是說 感謝 有機會 加入政府 為香港市民服務 你收黨 你收爹 你收皮 你感謝 行政長官 和其他政府同事 和各界友好 對他自己的支持 和指導 不要緊的 那你會繼續 所以你收皮 那麼 洪惠民 這條貿易 由窮人出心 就是攀上共產黨的大桌 拆奶 托 然後1月3日 他有流水式的生日派對 15名官員參加 包括 民政事務局局長 徐英偉 這是人大代 所以你要去人大代 他真的要參加流水式的生日派對 有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 副局長陳跡智 經濟事務局局局長許正宇 廉政專員白韻六 警務處處長蕭澤儀 入境處處長歐家宏 前海軍官長鄧二海 這兩個鄧歐歐 另外多名的副局長 和政治助理 林鄭表示 雖然馮英倫 這就是講到 為何不處理其他人 馮英倫 就是和洪惠文 有工作上的往來 以及有私人交情 但身為政治委任官員 理應留意疫情發展 及政府呼籲 儘量避免在人多宴會上 長期時間逗留 不過考慮到 他並非抗疫團隊的成員 因此會要求 發展局局長對他作出 口頭警告 警告完 警告 沒事了 問一閘了 OK 很可愛 警告沒事 warning 沒事 這就是問一閘 口頭警告就是問一閘 天天 老闆和伙計 天天要他們問一閘 很奇怪 那 他說馮英倫 人逗留超過四個小時 到午夜 直上有喝酒 記憶比較模糊 有逗留超過四個小時 到午夜 直上有喝酒 記憶比較模糊 口頭警告 口頭警告 但只是因為 他不是抗疫團隊成員 因此會要求發展局局長 口頭警告就算了 不用要你引救辭職 口頭警告就算了 另外 馮浩然 林鄭指 馮浩然是高級公務員 但也不是抗疫團隊的主要成員 出席活動的時間 宴會的活動和時間和活動 本身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 他1月6日下午 收到衛生防護中心的強制檢測通知的時候 沒有馬上向上司報告 在1月7日更加回到辦公室 即是這件事 就是當日的中午 去1月7日的中午 才前往檢測和休假 你會看到是很離譜的 將同事 即是他自己 旁邊的同事 置身於感染風險之中 處事有欠謹慎 因此 七婆認同公務員事務局的建議 創新版總監 將按公務員規例 對馮浩然作口頭警告 這個就是對馮英倫 和馮浩然 這個兩個姓馮的人 作出這個口頭警告 林鄭說 其餘十二個人 有 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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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间有遵守防疫规定 包括使用安心出行和戴上口罩 并没有参与感染风险高 而会令政府尴尬的活动 当中欧家宏、邓二海、邓欧这两个邓欧 出席徐愿会、关仔饭局那两个磨碌 就是他说未有使用安心出行 但据称没有进入到餐厅的内部 没有进入到餐厅的里面 在外面 但没有使用安心出行 OK 各位 这就是很磨碌的事情 餐厅外面没有群聚的 就这么简单 是吗 就这么简单 那你说餐厅外面要素案 不好意思 那你没有使用安心出行 没有进入餐厅内部 我问你了 你用它尝试想想 餐厅外部做些什么 那些去人生日派对 原来在场外搞定的 即是叫做 体外什么什么 即是在场外做些什么 很流行的 法叔就等着法叔在场外投票 那场外 即是餐厅外面 他做些什么呢 你去人生日会 你已经去到了 你没有进去 你在场外做些什么呢 哦 特意不送安心出行 哦 原来就这么简单 我特意不送 我不装这个APP 不送这个安心出行 我就不用进去 抹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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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样呢 这是什么世界 好了 你没有犯法 陷合你先 整件事是荒谬的嘛 去到门口 不进去 三 一 几次过门口 都不进去 目的是什么 不装 安心出行 这次他今天 这两个PK 所做的事就是 故意 蓄意 拒绝 誓死 不装 安心出行 拉他啦 打把啦 就这么简单 那林郑又说 12个人当中 除了当时已经退休 前休假的邓尔海 这个 这个 思维素餐成这么多 不死都 就是 这么多人死不见他死的邓尔海 趁地临 看你那些慢性疾病 怎么纏要你何时死 柯独尿给你 挖你山群都可以 其他人 已经事后发出新闻稿 禁毒 就是禁毒 其他人事后已经发出新闻稿 对于为抗疫工作 带来额外负担公开自协 公开自协 公开自协有用吗 明报 看出一个disclaimer 说给大家听 嗯 即是呢 我们这些事不是鲜动仇恨 希望你改变 哎 这个时候香港政府怎么说 萧宅仪怎么说 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 你说这些道歉有用吗 道歉就有用 就会有趣 杀了人可以道歉 不用坐牢 是不是这样呢 不可以这样 道歉有什么用 没有用 不会收你 你说我们这些 你所口称的黑暴 我们说的这个抗争者 民主运动的一些 真正的手足 他们被捕 被捕的时候 道歉 或者认罪 没有用的 你那时候很大 快说的嘛 记得的嘛 这些人道歉有什么用 做道歉 我告诉你 当众猖獗 这个是徐英伟 那我不是鼓励大家做的 我鼓励呢 这个大家 推动香港政府 就是说 你不能这样算数 徐英伟你觉得这样 可以算数 我觉得不行 是吧 那你看一下 就是根据有线新闻的报道 随英伟当晚没有用安心出行 第一 没有用安心出行 第二 没有戴口罩 第三 他是身为抗疫主要官员 警觉性敏感度不足 于是接纳他的请辞 他引够辞职嘛 接纳他的请辞 会向中央建议免除他的职务 就是这个是重要的 问题就是说你免财职务就可以了吗 你犯了三宗罪 一 没有用安心出行床 二 没有戴口罩 三 你是抗疫主要官员 第四 你得留时间最长 相当长 就是你说给大家知道是什么呢 这个人 根据香港的法律 基本上是知法犯法 此权去谋巴 激起香港人 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及中央人民政府的藐视 仇恨 和引起对他的离叛 煽动罪 两年 告诉你 律政司令不告他 这个人今天在煽动所有的事情 他做的这个行为本身 已经是煽动罪 已经是煽动罪 我分分钟觉得 是CIA和MI6 潜藏在在共产党的一小撮间谍 他问对啊 你现在不是要立 基本法23条的间谍罪 抓住他 隋英伟 两面人 是不是 低级红 高级黑 接着之后 手鼠两端 做两面人 这些是什么呢 反党反社会主义 死路一条 结果只有一条 就是说 当众枪决你 就这么简单 你除了死 你不一死 以至于天下怎么办呢 我建议你这样 我不知道是什么游泳 徐英伟 你脱了你的衣服 可以像陈泳林那样跳到海 哪条浮屍呢 我们就开始想想要不要原谅你 我不需要我桑普原谅 不需要香港人原谅 不需要他 不需要他 不要紧要的 你学习扔人到街上 整条尸 拋下去就可以 又或者好像周志乐这样死 都可以 你想选择 陈彦林的死法 周志乐的死法 还有这个 在天棒上 那个枪 那里 放你下去 都可以 那么你说 哎 这个政府制裁不了力 我就不鼓励大家 现在对他做出这样的事 不过了 有一天光复香港成功了 如果我们光复香港成功的话 就是因为 你走到天涯海角 都有我们的离山港人 你不要以为 你不要以为走到格陵南武 冰岛武 那么你知 结果也是一样 日本是你脱了衣子去南极 南极 你说南极没有企我 北极有没有企我 我不知道 北极有没有企我 我先问一下他这个问题 文件人很白痴 再看看 最后这个人怎么办 徐英伟 怎么可以辞职的算数 他犯法的 大哥 由煽动罪 违反不扫安心出行的罪 跟着之后还要 入这个地方 违反了所有禁令 限聚令呢 599G呢 喂 他没有犯法吗 拉他啦 拉他期间通归轨通 你怎么对付他 你自己想吧 是不是这么简单 我不会这么傻 这么低庄跟你说 我去做些什么的 是不是呀 徐英伟 古惑仔 世界仔 食屎啦 噴血啦 噴多些啦 很简单 你去死啦 你去 我会告诉你 你就慢慢在这里躲 以为这样 哎 没事的了 平息到他很得戏的 特首平息到这件事 没事的了 粉色到太平了 没问题 我只会在这里做躺平 等待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四个月 一年两年 始终有机会呢 我们都会呢 转回转头就行 就好像呢 可以翻身 就是翻什么都一样 就像叶楼一样 是不是 过了几年 读一下书 出去信修一下 回来洗白白 哎呀 又是一条好汉了 就因为你都不知道金席服何席 习近平当决 你是他 形象上的污点啊 明白吗 你是他的眼中叮 眼的手中刺 他不将你捏碎 粉碎呢 已经对你仁慈 他的仁慈是暂时 他看到你不差人争的时候 他就将你殲灭 这个徐英伟 但是我要说的更加严重的问题 我一直都在说 借徐英伟这个冰山一角 慢慢慢慢你会看到 怎样整治地下党 这个总动原令未必那么快落 我估计 在今年三月 林郑月娥或者是习近平 林郑月娥练阴 或者是其他习近平属意的人去 继任之后 就会很快对付香港地下党 无论刚刚说的这批垃圾 其实很多人都不是地下党 他们可能只是走狗 是不是 都会逐一比青春 那你说共产党始终都要走狗 是 搞肉机 我换一批 打多一批 再搞另一批 这批地下党太盘根挫折 你看曾玉成 你看 陈婉贺 你看那些叶国谦 叶国华 还有这些什么 做了一批的 谭耀宗 做了多久 香港这么久搞不定 这批人最无能决得的就是这批人 不整斗这批人 不整死这批人 不斗夸斗臭这批人 你怎么对着习近平 习近平要换一批 更流浪的 更变态的 更变态的 要扫除这批人 成全无敌 不须放屁 土豆消熟了 不须放屁 尸汗天翻地覆 何君堯 你以为自己 在官商向黑 帮着中联版有好日子过 以后 以为叉叉一堆 革命眼镜 等于他是杂派 你修气了 你又就是 这么简单 就看一看 这帮这样的人 将来怎么惨 怎么死 很多这些间谍线 很多这些共党的线路 反反中 是三月之后 有个大清晰 这个是我的预测 而徐英伟一切都刚刚开始 不要以为 这些人 真是会 真是老神再再不会 共产党 自然有一副搞肉机 是一个 他认为 他决定的适当时候 和地点 方法 去清除这帮人 而同时 你不要以为 那十二个人 什么事都没有 都会有事 不过现在 是二月 或者一月尾 你二月 不搞你 三月有个特首选举 搞完那宗夜线 出选举 搞完那宗夜线 才收拾你 这个就是 最主要的重点 那二月的重点 是什么 是林郑和澳門出来 去竞选连任 OK 所以现在 先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这件事 算数 找另一宗 再搞你 找另一个口神 再搞你 你不要以为 那些人 可以过到关 我不认为 他完全过到关 但是单看这件事来说 就说给大家知道 林郑和 说呢 就是天下无敌 做呢 就是一民不值 说呢 说到自己呢 我一定会秉公办你所有的事 试试上去看 只有徐英伟 你闹这么久 就当个徐英伟 算数 其他人 口头警告 12个人 没有事 15个人 只有3个人 有事 现在3个人 2个人都口头警告 1个人就叫 引咎辞职 他本来就是 全部都应该辞职 是吧 谁所告诉他 有什么意思 不淡笑 葵宗邨 怎么办 也不知道怎么办 就是我这点简单 所以我说 林郑 你收皮 就是做所有的事 就要这件粉红色 什么图红色的东西 去拜罹 就说了一些 学习三字经 找某某某某某 就是说了一件事 完全 没有兴趣引述 没有兴趣评论 也没有兴趣 我觉得这个政权已经白痴到 弱雞到我的点 是我们没办法接受 所以这一个 徐英伟事件 暂时落末 但一切都是一个大的计划的一点 而不可以视为全部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密切留言